大家好,我是Stan 而爆料吴亦凡事件的杜梅珠 昨天早上也上传了自己的照片后留言 欣若向阳,无微悲伤 微笑向暖,年华未央 然后在韩国报道的新闻中也写的 在中国被公安刑事拘留的嫌疑人 洗脱嫌疑的可能性非常小 所以之后吴亦凡已经被起诉的可能性会非常大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很好奇会受到什么样的量刑 有钱有背景的话应该会放出来吧 最近就算是中国也不会直接就死刑的 希望能没收财产赶出加拿大吧 当然也要先坐见 目前还没出结果只是被拘留而已 是吧,结果变成这样了 2012年的时候我还真的喜欢他 希望犯罪的人能接受惩罚 受害者能好好恢复 为什么看他这种结局也不会很伤心呢 对于吴亦凡的消息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8月份即将回归的爱豆们 混跟起来的将在8月2号 以第二张正规专辑的朱达哥 让胖胖回归 清凉暖谈Astro 将在8月2号 以第8张迷你专辑的兴趣 After Midnight 时隔4个月的超快速回归 说明也将在8月2号 以兴趣DumbDumb回归 目前已公开了预告海报 8月4号 雨克里将以迷你第四张专辑的主打歌 Holiday Party回归 成米将在8月6号 以第三张迷你专辑的主打歌 You Can't See With Us回归 在Kingdom节目大部分提高知名度的特不一致 将在8月9号 以第六张迷你专辑回归 8月9号 帕机工将以第四张迷你专辑的主打歌 Hillary 回归 8月17号 CIS将以第一张正规专辑 OK Pro Rogue Be OK 回归 Tomorrow by Together 将在8月17号 以正规第二张Repackage专辑 Hondone 奖 Fight or Escape 回归 8月19号 Crabity将以第一张正规专辑回归 在Kingdom节目获胜的Strike Kids 将在8月23号 以新专辑Noisy 回归 接下来是还没有确定日期 但是很可能在8月份回归的idol们 B2B B2B Sony世代 虚云 B2B B2B 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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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2B Black Pink Disa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